今天的ET个股推介是Spider金ETF24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说减选原因是 今价回吐之后有望延续升势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最终有望解决 加上联储局6月中继续加息价预期升温 不利今价短期表现 今价由近期高位2062美元 回吐5%去到昨日的1960美元水平 指望今价后市 大行认为上升趋势可以延续 年底有望升到2100至2200美元附近 潜在升幅超过7% 可以趁调整收纳黄金ETF 如果是成交活跃的Spider金ETF240 中信见头预计 中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货币政策转向之下 美元指数将会继续下跌 利好金价表现 黄金是大类资产的首选 短期回调可以增持 策略上 如果金价守着近期低位1940美元的水平 即SpiderETF守着1410美元的股金 进取的投资者可以先买入一注 稳健投资者可以观望美国联储局 在香港时间6月15日公布的仪式结果 有没有释放未来货币政策转向信号才卖入 在加密货币政策转向生 下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